各位欢迎收看这节新闻 我是郑兴年 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案续审 以重返证人身份作公的一传媒集团前行政总裁张建雄 说黎智英想用新闻吹谷市民上街 也曾经计划外泛民印抗争标语 而在黎智英见了美国官员之后 《苹果日报》编采政策越来越偏激 正是服刑的黎智英坐囚车抵达西九龙法院 审讯踏入第13日 控方继续问重返证人一传媒集团前行政总裁张建雄 黎智英的编采指示 黎智英在游行前两天 转发给张建雄一张对话截图 要求联络被内地通缩的 前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 张建雄说不认识截图里面 和黎智英对话的廖中仁 不过从内容推测 他是香港电台摄影师 黎智英向廖中仁说 会用林荣基的新闻 吹谷28号的大游行 要做头条 请对方速成和林荣基电话访问 张建雄当时正在台湾公干 找到林荣基之后 和台评的同事访问了他 事后就向黎智英汇报 张建雄采访之后自己写稿 传给《苹果日报》总编辑 罗伟光 指示要尽快在网上版发布 另外亦都告诉副社长陈佩敏 老板黎智英希望放头版 吹谷游行 星期六 《苹果日报》头版报道了访问 标题是林荣基临别呼吁 守护香港明日上街 张建雄说 新闻稿主要是由他写 又说直接引述林荣基 广东话教传神 香港人看到会有感觉一点 报道出了街之后 张建雄再收到黎智英的讯息 张建雄理解为 未够满意吹谷效果 不够刺热 黎智英之后 托香港监察创办人 找前港督彭定康谈论修例 黎智英之后 转发访问内容给张建雄 包括彭定康说 修例破坏香港核心价值 损害一国两制和法治等等 希望尽快报出来 最后报道当日放了上网 第二日即是游行当日建 控方再拿出两张黄底黑字 各落有《苹果日报》标志的长番 一张写反送中 一张写罢工罢货罢市 张建雄说游行当日最后没有派到 因为黎智英临时说逃犯条例延期 有人也因为逃犯条例自杀 泛民李卓人说不派住 另外黎智英决定2019年7月1日开始 向《苹果日报》注册会员收一次3元手续费 同年9月改为月费订阅 张建雄说 黎智英认为收的钱可以用来帮助抗争人事医疗费 鼓励支持运动的人订阅 批准每3元手续费 撥出1元捐给反送中诉讼基金 每30万人付了钱就推博给读者 告诉他们会开支票捐30万 黎智英2019年7月 也曾经转发彭博的文章给张建雄 内容有关黎智英会见时任 美国副总统彭斯等 形容是特朗普团队 透过会见香港政治分子 向北京发出挑人讯号 洪方问为什么会传给他 张建雄说黎智英传送这个讯息 是为了给他知道一些背景资料 黎智英不会在会面之前告诉他 一般是在会面之后一段时间才知道 黎智英和哪一个见面 黎智英同月25日打电话给张建雄 提到之前见了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请美国支援香港反送中运动 黎智英要求跟进这件事 和做回大一点 张建雄事后通知罗伟光跟进 洪方问黎智英有没有解释 去美国见官员的原因 张建雄说没有 不过说当时觉得原来黎智英 真的可以去到美国白宫和官员见面 表达香港的情况 觉得有点嗨 那个运动好像有点希望 张建雄说自此之后 黎智英港制裁的次数越来越多 也都开始在不同的场合提出和勇 不好分化 长期抗争 苹果日报之后的偏彩政策 也都越来越激烈 偏激 洪方最问是有些什么变化 张建雄说 报章报道会同情反修例示威 暴力激烈场面 觉得是政府和中共迫到感 无线电视记者黎智英报道 2019年理大冲突 11人承认暴动罪 被判监46至61个月 区域法院法官谢审志慧 判刑的时候说 理大暴动极度暴力 牵动全港 各被告承认在警方封锁前 已经进入校园 得维持续一个小时 当中包括使用弓箭 投摘汽油弹 形容各被告由于熟练军队 向警方攻击 硬厂防线 明显对视 法官认为各人即使有悔意 希望更新改过 但不是减刑因素 也不应该轻判 至于两个被告 案发的时候不够18岁 法官就说 就算年轻都应该知道行为错误 判入牢教中心和教导所 不足以反应罪责 判两个人入狱48个月 另外两个被告 也分别承认无牌管有 无线电通讯器具 和管有物品意图损坏财产 判刑最重 分别判酬56.5和61个月 同案三个不认罪的被告 将会在7月12日裁决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报道 警方国安署落案起诉一名男子 作出据煽动意图的作为 35岁被告曾国熙 下午由警车押送到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警方昨天下午在沙田拉了被告 控罪说他去年7月21日起 在网上讨论区连登 持续发布据煽动意图的信息 包括煽动他人 引起对中央和特区政府的憎恨 激起对其离半等 控方说警方需时调查被告的电脑 主任裁判官苏文龙 押后案件去到下个月23日再信 被告没有申请保释 需要收押 38名大律师曾经收取612基金款项 提供法律服务 前年被投诉当中有环节 专业行为失当 大律师公会调查之后 裁定投诉不成立 大律师公会半届 杜鑑坤连任主席 毛洛黎和陈正龙连任副主席 杜鑑坤说 大律师公会2022年5月收到投诉 说38个大律师 获得612人道支援基金资助 提供法律服务 涉嫌专业行为失当 公会成立委员会调查一年半公布结果 第一类指控涉及7个大律师 说他们误导法庭 以二座服务的形式言评 但实际有收取费用 调查之后发现 他们从来没有向法庭表明 是以这个方式言评 第二类投诉说 大律师繞过指示的事务律师 直接收取诉讼费用 涉及26个人 但是有24个人都能够出示文件 证明有关的支票由事务律师转交 第三类投诉是按条件收费 涉及29个人 但是调查发现收费 是按已经公布的或一金额 加上不少涉事案件是提堂 不涉及有成功或者失败的诉讼结果 第二和第三项的投诉里面 各有两个人因为没有保存部分的文件记录 违反守责 工会已经发信提醒 但是执委会认为 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有专业失当 也都不涉及诚信问题或者刑事成分 因此一致裁定全部的投诉不成立 38名大律师和在2019年相关案件提供的法律服务 当我们在回望这些个案的时候 其实数量是很多 加上他们处理这些案件的时间紧迫 其实在香港的历史和法律界的历史上高 我们都可以说是史务前例 加上大律师行业独立运作和收费的模式 其实外界也都未必可能完全理解 我们工会也都会在日后把每一个不同的机会 向公众解说我们的规则和运作 至于政府目标在今年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 大律师工会表示 希望当局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人权保障上面取得平衡 对守法市民的影响减到最低 无线电视记者彭永熙报道 善有食一会儿 一会儿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这一节先看看财经消息 看看现在美股的表现 杜瓶斯工业平均指数报 37,729点升260点 标准抱怨500指数报 48,820点升39点 看看欧洲股市表现 英国富士100指数升2点 法国CAT指数跌29点 德国DX指数跌12点 其他消息 日本执政自民党其中三个派系因为捲入政治献金丑闻宣布解散 自民党最大派系的安倍派 昨天召开大会后决定解散派系 自民党前干事长二阶进博担任会长的二阶派也同意解散 新建自民党总裁的首相岸田文雄也都宣布 解散他过去领导的岸田派 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 昨天起诉多两名安倍派国会议员 两人同日退出自民党 至今安倍派有三名国会议员 涉及政治献金丑闻被起诉 日本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自民党的支持度较上个月下跌3.7个百分点 跌至14.6% 是自1960年以来自民党执政时期最低支持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黄狐龄表示 希望中日双方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黄狐龄昨日会晤 日本社民党党魁福岛税位率领的代表团 表示希望中日双方本著以史为监 开辟未来的精神 客观理性看待彼此发展 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推动构建建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中国全国政协与日方加强联系 为此作出积极贡献 福岛税位表示 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再次确定日中和平友好 并且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 被中国带来巨大伤害 表示油冲协议 北韩国防部表示进行了水下核武器系统试验 以应对美日韩近日举行联合演习 南韩传媒相信北韩测试的是核攻击无人潜艇 北韩先后在去年3月和4月 对叫做海啸一营和海啸二营的核攻击无人潜艇进行试验 北韩国防部星期五说 北韩国防科学院水下武器系统研究所 在朝鲜半岛东部海域 进行正在研发的海啸523水下核武器系统的重要试验 说北韩军方水下核应对太细正进一步完善 但没有提及试验的时间和结果 也没有说明海啸523是什么武器 南韩韩联社报道 海啸523可能是经过性能改良的海啸系列核攻击无人潜艇 北韩国防部指出 今次水下核武器系统试验 是为了应对美国、日本和南韩近日举行海上联合军演 南韩美国和日本今个星期一开始一连三日 在制州岛以南进行海上联合检测 共有9艘舰艇参与 包括美国核动力航母卡尔文森号 北韩强烈谴责美国等国的冒险行动严重威胁北韩安全 警告会造成灾难性后果 说北韩必将迅速果断压制敌人 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和平 无线正义者梁永山报导 澳洲柏斯附近一个海滩 因为组里大量繁殖而关闭 有当地居民认为 可能和附近污水处理厂排污有关 柏斯北郊的穆拉鲁海滩原本是泳客胜地 不过近日海岸出现大量畜模组繁殖 由于可能对公众健康构成威胁 海滩星期三起关闭 不少泳客表示失望 当地有华乐会成员认为 棕内增加可能和附近污水处理厂排污有关 当地议员阿林斯对泳滩状况表示关注 安排泳客代表 水利与环境管理部门 和水利公司三方开会商讨 水利公司发声明指 经调查后没有证据显示 棕内大量繁殖和污水处理设备有关 政府部门就认为 可能由于水面平静和炎热天气 相信棕内是自然出现 并非受污染 无线电视记者简明信报道 各位欢迎收看这节新闻 我是郑希年 天文台再调低下周的气温预测 星期二三市区最低只有八度 高地有机会结冰 预料冷风会在明天至星期日 早上还过华南沿岸 届时本港北风会增强 气温会显着下降 星期日有马拉松比赛 预料当日早上的天气清凉 气温会降到15、6度左右 受到强烈冬季季风影响 预料下周一稍后 本港气温将会进一步下降 到星期二早上市区的气温会下降到八度 新界是严寒 而高地气温更加有可能降到接近零度或以下 并且会有机会结冰 天文台表示 高空扰动会在下周后期 持续为广东带来相当清凉和有雨的天气 该区可能有雷暴 原定4月1日实施的垃圾征费 第二度推迟至8月1日实施 政府部门会在4月1日先试先行 当局也会免费派发指定垃圾袋 到一些住宅楼宇演练 垃圾征费引起的执行疑问近期越来越多 政府包括特首李家超 几日前才说会多讲解 最新决定由4月1日推迟至8月1日实施 被问到有报道早前引述消息说 基本法23条立法或者在今年上半年进行 是否因为这样要推迟征费让路 谢展环说两者无关系 有些市民觉得政府需要做多些解说 越来越多的问题出现 我觉得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 我们也很想垃圾收费推行得成功 所以我们觉得在这么多大家都不了解的情况下 我们是去推行还是说我们做好的解说 来推行会更加好呢 为什么是8月1日呢 我其实就很想可以越快越好 但是接下来的时候 6、7月的时间可能学校又考试了 8月的时候就刚刚在暑假的时候 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推行各方面来说 都是一个十分好的时机 他说为了令到解说有效 政府4月1日先行先市征费 也都会在部分的住宅楼宇实地演练 住户会获派发免费的指定垃圾袋 以往我们做的先道计划主要都是内向 给我们自己去看 但今次我见到市民不了解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一些先腾先市的一些实地的展示 是要导向市民的 让他们见得到 刚刚我都说了 我们会拍一些影片 正所谓一幅的图片 胜购就是一千字 他说长程星期一咨询立法会的时候再交代 相关的安排获特首李家超支持 至于当局计划 本月底至下个月 在三千几个零售点 率先售卖指定垃圾袋 谢展环说 所有相关计划和配套会如期进行 不会暂停 垃圾征费最初计划去年年底推行 政府基于清洁业界反映 年底至农力新年人手紧绝 首次押后实施日期 母线电视机者梁永祥报道 多个受影响业界都欢迎政府 推迟垃圾征费 多个政党建议政府把握这段时间 多些落去和提供更多资料 環团对政府决定无奈失望 垃圾征费实施日期 一推再推 市民赞不赞成呢 银河包在此一天就好过早一天 希望政府准备好些东西才做 未准备好你就不要这么说大声 没什么需要 但是呢 很难得 始终也要实行的 有私人屋院清洁人员说 住客近期都趁原定4月1号 实施垃圾征费之前 扔多了垃圾 认为押后实施 可以舒缓工友的工作量 碗碟 总之他不要 风露一餐都等出来 我们姐姐真的很辛苦 延期比他们习惯好些 给他们消化一下 多个受影响的业界都表示欢迎 我们都不知道怎样去施行 反而现在推后了之后 就正好是退了一些时间 就给我们更加了解政策 还有呢 是同意会确实了政策之后 我们怎样推行一个新的收集垃圾方向 那现在时间多了呢 就其实可以解决到呢 一些之前可能人手不足 我们要多些时间去训练啊 准备啊 培训教育啊 那会有多了一些时间的 其次就其实有很多的环保回收清洁商呢 他们都在一个执行上 或者人手上有困难 多个政党都欢迎推辞 但是认为政府要把握时间落区 他们也都是挺推堂 那么我们的区议员都是全天候工作的 希望他们都是全天候工作 还有向市民传媒解释的时候呢 不要说些说话 是令到整个社会都生气的 我们其实一直在吹速政府 快点啦 你快点啦 你快点给资料我们啦 你快点出来做宣传 你快点做这个推广啦 那么我们也都认为 政府可以是他那方面做得好些 环保团体绿色地球认为 征费获立法会通过 至今已经30个月 政府的做法是折冲之举 但是不理想 敦促当局除了解说之外 也都要扩充回收设施 鹿岭行动就要求政府 充分交代4月1号至8月1号期间的工作时间表 方便外界监测政府进度 显示减费决心 无线电视机者何曼君报道 一名49岁消防员 昨天在迪士尼洛园外 处理一宗车祸的时候云倒 宋远抢救后不治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消防处处长杨欣健表示 心感难过和哀痛 车祸涉及一辆私家车和一辆旅游巴 警方中午近12点接报 两辆车在迪恩路近迪恩湖相撞 之后失控产上草评 其中私家车撞向告示牌之后翻轴 一个车胎飞脱 女司机被困由消防员救出 送往马嘉烈医院治理 不过低属足高湾消防局的49岁消防员 邮耀文在处理这种意外期间 突然在现场云倒 同时即时为他进行急救 之后将他送往北大鱼山医院抢救 延至下午约三点不治 他的亲友和同事之后去到医院了解 消防处处长杨欣健对事件心感哀痛 他说邮耀文服务消防处超过31年 刻尽缺职 而且工作表现优秀 任职期间曾经获消防事务长期服务奖章 政务司司长感谢藏 以及高级指挥官家许藏 已经代表部门所有同事 向他的家属致以罪深切慰问 母线电视记者叶子华报道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 中方院和美方一道 推动关系朝著可持续方向发展 新兼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的何立峰 星期五在北京会见 中美金融工作组美方代表团 表示中方院和美方一道 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 推动两国关系朝著健康 稳定可持续方向发展 认为双方应该继续 运用好金融工作组机制 不断累积成果 巩固发展金融领域合作势头 美国财政部发声明说 美方代表向中方表示 财长耶伦欢迎工作组取得的进展 期待在适当时间再到访问中国 中美金融工作组星期四 一年两日在北京举行第三次会议 就金融稳定 跨境支付和数据 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等 两国重点关切的问题 进行了专业、务实、坦诚和建设性的沟通 双方又同意继续定期会面 中央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 访问巴西 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 王毅说中巴两国应加强合作 应对全球挑战 支持巴西在国际和区域事务 发挥更大作用 钟卓希在巴西里亚报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 完成非洲四国访问 转到是巴西首都巴西里亚 巴西政府代表和中国驻巴西大使 竹青桥在机场迎接 巴西外长维埃拉为他举行欢迎仪式 王毅向维埃拉说中方真是中巴友好 原意以中巴建交五十周年为契机 推动中巴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迈上新的台阶 并且筹备好双方下阶段高层往来 王毅说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中国和巴西作为东西半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代表 应该加强团结合作 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中方支持巴西在国际和区域事务当中 发挥更大作用 巴西七月将会在利约热内劳 主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维埃拉说期待以此为契机 为双边关系注入强劲动力 王毅到访巴西期间 还会会见巴西总统劳拉 和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 王毅在巴西停留了大概一天 他之后就会转到今次非洲 和拉美之行的最后一站 加勒比海岛国牙迈加 母线电视机就在中卓熙 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报导 又分析认为王毅到访巴西 有助推动中国和巴西商贸往来 也表明中方未来会加强 和南美洲国家合作发展 中国连续十几年 是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 双边贸易额达到一千七百几亿美元 中国由巴西入口大豆 鸡肉和粟米等食物 并且在巴西投资基建 电力 光业和农业生产等 被形容是中国人民老朋友的 巴西总统劳拉 去年曾经率领当地二百几个商界代表访华 有志富认为 王毅今次回访巴西 同样是为了推动两国 加强商贸往来 由这个鱼龙业到这个采矿 再去到工业 特别航空工业 中国和巴西 你都可以说是一个完美的结合 当然唯一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地理位置相距实在太远 刚刚好在地球的两端 在这个运输 运输成本 或者是智能减碳上 是否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也有志富认为 王毅选择趁今年 即是中巴建交半世纪之制度访巴西 除了想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也都表明中国将会加强 和南美洲国家合作发展 美国一直将南美洲 作为自己的后花鱼 他们一直不喜欢其他国家 去南美洲 中国 过去巴西 更加多的是政治上的意义 因为中国可以转入美国的后花鱼 以前俄罗斯做不到 中国做不到 今次是王毅相隔三年多 再次到访巴西 外加部就说 此行有助加强中国和巴西 两国的政治互信 并且深化各国领域的合作 母亲电视机就在中策期 在巴西首都巴西尼亚报道 农历新年张志 内地不少餐厅团年饭 预约名额陆续爆满 有外卖平台数据显示 相关订单量按月急升超过三倍 临近岁晚 农历新年的气氛越来越浓厚 内地陆续举办不同的活动 对民众来说 除了添置节日装饰 准备团年饭也都相当重要 今年就多了人选择出街吃 内地有外卖平台公布 近一个月团年饭堂食订单 急升超过三倍 我这天一个月就订好了 差点没订上 我觉得还是吃那个传统炒菜吧 就是有鸡鸭鱼肉 今天就是过来试吃一下 过年呢 亲朋好友一年到头了 好不容易就在一起 选择一个寓意比较好的 饭店名称或者是包间 北京多间知名餐厅 团年饭预约已经满额 到了元旦的时候 我们就达到了高峰期 然后现在的话 基本上包间已经全部订满了 而且就真正的出现了一箱难求 不少人订不到桌 又不想自己煮 有餐厅就趁势推出团年饭餐盒 在万拜年饭这一块 基本上是全天后可以进行供应的 所以消费者什么时候需要 我们就可以把产品送到消费者的家里 他又说消费者可以按人数 订制团年饭餐盒 无线电视机者陈雪儿报道 近日开彩的中国体育彩票 超过五亿元人民币的掌词 一夜清空 由于五部搞珠机都搞出号码5 组合罕见成为业化 彩票管理中心职员说 开奖的号码是随机出现 不存在人为操纵或者设备故障 中国体育彩票星期三开彩的两款数字型彩票 总销售金额超过7100万元人民币 官方网上直播搞珠 五部搞珠机各自放了0至9号一共10个球 结果出现连五组合 最后一个中奖号码是五 根据官方网站 只是计头三个球的排列三 中奖注数超过8万注 派发奖金合计大约9000万元人民币 五位数字组合的排列五 有近6000注中奖 赌金一共有5亿多元人民币 中奖号码组合罕见 加上中奖注数近100期 第一次达到四位数 引起网上讨论是否存在内幕 有内地传媒就引述中国体育彩票 每次搞珠开掌都是独立的随机事件 也都有公正人员监督 不存在人为操控 也都不涉及设备程序故障等的问题 对于彩票开掌结果再引起争议 有学者说事件反映公信力存在问题 建议有关方面应该由民众角度解释 而不是只是提及程序 无线电视机者陈树仪报道 天宙六号货运飞船 已经受控载入大气层 天宙六号在本港时间 昨晚8点37分 受控载入大气层 飞船绝大部分气件 在载入大气层过程中消失销毁 小量的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天宙六号是在去年5月升空 运载航天员载轨驻留消耗品 推进制 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 今个月12号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 并且在独立飞行期间 成功释放大连理工大学试验卫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